下午要請家律常會外線的關鍵是禁決大概什麼時候太急 那總部的部分像之前一樣沒有涉及委員 這相關的架構規範 目前為止我還是竭力的衝刺市場 因為市政做好才是民眾最關心的經濟 所以選舉不會按照我自己既定的步驟來做 那以往我們就沒有涉及委員 因為四百萬的市民就是我永遠的職位 一樣四年前是這樣的 現在還是這樣 我們最重要的還是把四年前的證件一一的檢測 還有哪些人的過好 血液都有 每一項職業都是要彼此相對珍重跟無一切 我身為警察出宣的市長 所以警察為了 尤其我在當市長這三年回來 我們不但從院景來看整體的規劃 我們可以看到像今天的軌道建設 整個軌道建設在我們裡面 一段的重新設計規範 調整以外快速的進行 所以我們一半在這一半做我們當中 一段的調整 讓速度變得更高 而且會竄起整個大台北的重新 像基隆結業股的系統 我們願意扛起責任 甚至包括三英縣 要去借接桃園的綠縣 我也願意扛起責任 用這樣一個碰好的方式 竄起大台北的重新 同時規劃新北讓太陽的系統 讓新北市成為大台北的重新 我常說新北港 對台港千萬人破口 所以當一個市長 我們不但會有 常有的規劃以外 更有高的執行力 所以為什麼三十年人家沒有辦法 解決了五股垃圾山 我們也把它變成下一地 四百公頃 在市中心的溫載鏡 五十年沒解決了 這個身為警察出來的市長 我們展現破例跟執行力 讓溫載鏡 能夠順利解決 這也是很多人沒有做到 我們借力無法做到 所以我身為一個警察出身的市長 我一輩子非常感謝 在我警察的歲月裡面 讓我寫到很多的東西 警察 不但有 全戰略有關 更有高的執行力 我們一起加油 我們大家好好注視 職業 不分離 某是誰 要彼此 互相珍重 加龍要求市長簽署做好做滿的聲明說 他說侯市長不願意承諾代表心理委會 強須市長的做法 我這一輩子心裡都非常的坦然 我每一天做好我拜託的事 把握當下努力做好市政 我的任期是四年 我好好地衝刺 在最後這段時間 把市民偷付給我的責任 把他做好 他們都問到四年後 那你自己對連任的事情 我對每一個事情我都充滿盛心 而且對每一個挑戰 我都樂於接受 我這一輩子樂於接受挑戰 勇於承擔責任 全力不及 不盡最後成功臭時失敗 我會好好的注視 好 謝謝大家 老船容易翻船 但你認為你是腳踏來挑戰嗎 喝喝這事情 靠掉這事情 好